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多美味的东西 当我看到自己做出的东西之后 我也会很有成就感 因为在中国的时候 我一直跟家人们住在一起 所以说我会非常依赖我的家人跟朋友 在中国的时候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独立完成一些事情 但是我一个人来到日本之后 从日语开始 自己一个人慢慢的学习 然后包括找自己的住所 一个人能独立完成很多事情 到现在我也交到了很多日本的朋友 所以我觉得来日本留学这段经历 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现在的话首先我想先通过日语N1的考试 然后来年的话我们会有一个技能检定的考试 我希望我能通过那个技能检定的考试 然后取得我留在日本的签证 然后毕业之后我想找一家 我想在日本找一家适合我的公司上班 留在日本继续砖研我的技术 未来我也希望能留在日本开一家属于我自己的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